小朋友,想看更多故事吗? 现在就请爸爸妈妈 索取小行星幼儿制 索取的方法很简单 请看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哦 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这里这里,跟着脚印走 天气真好 我要去寿山动物园认识新朋友 乐乐,等等我 别跑太快啊 买好票券 就可以准备进场咯 我五岁 我是免费票 不用钱 我来看看 要先去哪里呢 那里有好多人 哦,是胡萌的家啦 你在守卫呀 姐姐,我们去上面 这是天空步道 可以从上往下 看到动物们生活的地方哦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小心,跳高是很危险的 小朋友要注意安全 天空步道区 绝对不能攀爬 我知道了,我会注意安全 姐姐,你看 那里有牛 是黄色的牛 让我来找找 让我来找找他的同伴 这些看起来不像牛 姐姐,有一群小马 跑进牛猪的地方 这是迷你驴 还有迷你马哦 呵呵,怎么会这样 这里的动物都乱跑 呵呵,不是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是友善动物区 寿山动物园将环境打造成动物自在生活的区域 所以让生活习性相近的草食动物住在一起 草食动物 哦,我知道了 这些动物都是吃草的,对吗 乐乐很聪明哦 所以这里住着三种草食动物 哎,还有我啦 咦,你是谁 挺好了,我可是杨朵大人 杨朵大人 你的年纪很大了吗 嗯,没礼貌 你猜年纪大呢 你下来,你下来 我来跟你好好介绍我的地盘 啊,我 我们就下去看看吧 好吧,杨朵大人 等等我 杨朵大人 我来啦 咦,杨朵大人 杨朵大人呢 你找谁哦 你好,我是乐乐 刚刚杨朵大人叫我下来找他 那小子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 你自己找找吧 嗯,我还是不要乱跑好了 对了,你是牛 那我可以跟你要牛奶喝吗 呃,我是家牛啦 我又叫台湾黄牛 以前的人把我养在家里 我的工作是跟着农夫耕田 我和生产牛奶的乳牛不一样哦 对对对,我记得有牛奶的牛都是黑白色的 乐乐说的黑白牛又叫荷兰乳牛 其实啊,乳牛有各种颜色 除了黑白牛之外 也有黄色的 甚至是灰白色的乳牛 原来不是所有乳牛都是黑白色的呀 会耕田的牛也不是只有我们黄牛哦 我的亲戚大力士水牛也是很有力量的 哦,你好聪明,这样就能抓养了耶 磨啦磨啦,不用这样夸奖我了 啊,你怎么倒在地上,你还好吗 乐乐,不要靠太近,这是迷你驴 迷你驴会在沙地上打滚 除了抓养以外,身上沾满沙子就能避免蚊虫钉呀 是迷你驴洗澡的方式 哦,打滚真舒服 每天驴打滚,滚出好精神 诶,你是谁啊 我是乐乐,你的翻滚好厉害哦 因为我每天都认真练习呀,你要试试看吗 哦,我还是看你表演就好 姐姐刚刚告诉我,你是迷你驴 没错,我们是驴子和马不一样哦 驴子跟马不一样 没错,你看,这里有驴子和马的照片 乐乐来找找看,究竟是哪里不一样吧 我看看哦,左边的驴子看起来好像比较小只 答对了,我们驴子跟马是亲戚 驴子体型比马还要小一点 乐乐你再找找,还有哪边不一样 找到了,是耳朵,对不对 驴子耳朵大大的,马的耳朵很小 答对喽,驴子有立起来的大耳朵 马的耳朵比较小 不过,他们听力还是不错的啦 马很爱记仇呢,我可要小心,别偷偷说了马的坏话 我们驴子的祖先是非洲野驴 后脚蹄又长又窄 这是为了让我们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也能走得很稳 驴子常被用来替人类搬运货物 因为我们不太需要喝水 在天气很热,没有食物和水的地方 驴子还是有力气可以工作哦 所以啊,我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驴子好厉害哦 迷你马也是人类的好朋友呀 哇,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听你在称赞驴子我就忍不住了 我们迷你马也不错的哦,你要参考看看吗 咦,你怎么跟迷你驴一样大只,你不是马吗 别看我个子小,我的体力也是很好的 嘿嘿,你的发型好特别,而且你的眼睛瞪好大 我的眼睛看起来又大又圆,但其实我的视力不好 我们是靠鼻子和耳朵在辨别四周环境的哦 原来如此,难怪刚刚迷你驴说你的听力很好 我不只听力好,个性也很好,很适合跟人类小朋友相处 所以,迷你马是人类的好朋友 我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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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你们都是乐乐的好朋友啦 好朋友不能吵架啊 嗯,我看,我还是去找羊驼大人好了 羊驼大人,找到你了 羊驼大人在做什么 嘿嘿嘿,羊驼大人在上厕所 乐乐,羊驼大人的习惯很好呢 他会先走到定点,闻一闻味道之后,再开始上厕所 真不愧是羊驼大人 羊驼大人 诶,你是谁啊,我什么时候收了小弟 是我呀,我是乐乐,刚刚你叫我下来 哦,是你啊,你怎么那么听话,我叫你下来就下来 羊驼大人,你怎么这样啦,不是要跟我说这里的故事吗 好吧好吧,既然你都求我了,那我就来跟你介绍我的小弟小妹们 跟我来 看到前面那几只动物没有 那只正懒懒的趴在地上休息的是黄牛 你可别跟黄牛要牛奶哦 他可不是 黄牛不是乳牛,黄牛没有牛奶 呃,对,看样子你已经认识黄牛了 那我们去探别的 看到了吗,前面的是迷你马和迷你驴 你知道马跟驴怎么分吗 就是啊 我知道,驴的体型比马还要小 但驴的耳朵比较大 呃,对 太棒了,我还知道驴子跟马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等一下,我们羊驼才是人类的好朋友吧 你?为什么? 因为,还不是因为我们羊驼最可爱吗 真的耶,羊驼大人真可爱 呃,算了算了,大人不跟小孩计较 既然乐乐已经认识很多动物 那我带你去看看环境好了 这里是瀑布区 来寿山动物园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除了从上方的天空步道观察我们走动之外 也可以到楼下从玻璃窗看我们 透过瀑布区能看见水流的样子 模仿野外的生态别有一番风味哦 这里是我们的家 观察动物的时候 记得千万不要拍打玻璃叫我们 会害我们吓到哦 我知道了,在动物园不可以攀爬围栏 也不能拍打玻璃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嗯,我想想哦 对了,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有专业的饲养员在照顾 所以也不要随意喂食动物 天空步道是方便观察我们的地方 不能随便丢食物或是其他东西下来 想喂小动物的话 园区内有专门的喂食区 可以喂羊吃草 好,收到 要学会和动物相处 动物才愿意当人类的好朋友哦 没错 时候不早 好了,乐乐下次再来玩吧 我要去吃饭咯 谢谢羊驼大人 很高兴认识你 不用客气 寿山动物园真好玩 我今天认识了黄牛 迷你马 迷你驴 和可爱的羊驼大人 乐乐还记得羊驼大人告诉我们 参观动物园时不能做的事情吗? 我们也来考考小朋友 我来,我来,我来出题 小朋友,你们知道在动物园里不能做什么吗? 一,不能攀爬栏杆 二,不能敲打玻璃 三,以上皆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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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了吗? 答案是 三,以上皆是 动物园是动物的家 参观时要随时注意安全 不能随意攀爬 也不能敲玻璃 让动物吓一跳 还有还有 动物园也不能随意喂食动物 没错 尤其是在寿山动物园 要把食物都藏好 这里是一个半开放的山区环境 除了住在园区里的动物之外 还有一些最喜欢人类食物的… 谁?是谁?是谁在叫? 走,我们继续探险去 小朋友,寿山动物园的探险还没结束 我还要继续认识这个地方 你知道刚刚那是谁的叫声吗? 写信告诉我,我们一起猜猜看吧! 未经许多年